几天前我发了一个动态跟小伙伴们打赌说 我手上的这只豆子 10个人里边有9.9个人都没有喝过 就让大家猜一下看有没有人能够猜中的 接下来我就看到了 留言区里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有猜秘鲁的 有猜利比利卡 蓝山猫屎等等各种各样的答案 直到第二天我在评论区里边看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阿尔莫萨阿拉莫萨 没错 杯色杯中正是这只天然的低音豆 混彩的尖身波旁和阿拉莫萨 其实这两个品种可以说是一直是传说中的品种 只听其名 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咖啡豆长什么样 更不要说喝了 我自己对这些豆子非常好奇 自从去年我们开启了巡游世界SOE这个系列 我就对各种各样的神豆传说豆充满好奇感 于是我就想要去寻找这些 我们只是听闻过的豆子 所以说接下来我来讲一讲这只天然的低音豆 尖身波旁和阿拉莫萨 尖身波旁原产于法属的流泥望岛 属于是波旁的变种 主要种植的产区在流泥望岛 哥伦比亚 哥萨伊加 巴西这些国家 阿拉莫萨则是阿拉比卡和拉斯莫萨的杂交种 主要的产区是在巴西和哥萨伊加 这样的豆子目前在全世界的产量都非常少 那每年只有几吨到十几吨 那基本上都是一些精品咖啡的农场 它们处于是实验性的种植 所以说呢并没有普及到大规模的商业化领域 那像我们之前的亚买家蓝山的PB那只豆子 至少还算得上是商业化流通的咖啡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有听说过天然低音 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见到过这种天然低音的咖啡豆 接下来呢我想说一说这两只天然低音豆的特性 咖啡豆中根据咖啡品种的不同 它们的咖啡含量会有很大的差别 那常见的这几个品种中 像罗布斯塔的咖啡含量通常在接近3%左右 而阿拉比卡则是罗布斯塔的一半 在1.5%左右 而街深波旁和阿拉莫沙的咖啡含量 是阿拉比卡的一半 在0.6%到0.8%左右 那另外呢咖啡的含量也会影响咖啡树的抗病虫的能力 咖啡的含量越高 抗病虫的能力就会越强 咖啡含量越低 抗病虫的能力就会越弱 所以说呢天然低也导致了它们的产量很低 但是上天给你关上一扇门 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而这扇窗就是它们的口感和风味 它的风味呢会非常的细腻 也会有一定的复杂度 带一些明亮的果酸 香果以及一些香料的风味 口感呢也非常的平衡 最近这几天呢我就一直在做杯测 风味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也有瑞士水拖音的低音咖啡豆 是生豆采摘了之后通过瑞士水的浸泡 人工的去除掉咖啡生豆中的咖啡因的 所以说呢咖啡豆中的一些细腻的香气和风味 会有所影响被去除掉 而这两只独特的天然低音 使得它们的地位不可被替代 而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就一直的去尝试寻找 有种植坚生波旁和阿拉莫沙的国家和庄园 看是否能够取得到的联系 而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以南美洲为主 几番的在网站上面找资料查方式 那我们最终也在巴西的达特拉庄园 找到了这只坚生波旁和阿拉莫沙的珍藏系列 也叫做Organic Reserve 那这个庄园主告诉我说 这两只豆子非常非常的稀有 它们在庄园里边实验性的种植了20多年 但是呢并没有大规模的去生产 也没有去做商业化 于是呢我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和关系 把庄园主种植的实验币次 这两只天然低音混彩的豆子 空运回了一把袋 大家可以看图中长长尖尖的 它就是尖身波旁 而圣瘦小小的豆子呢 就是属于是阿拉莫沙 那由于是实验批词 所以说呢这个庄园主都是 手工的采贝咖啡豆 严格的去筛选 处理日晒 那最后收获了这么一小撮的咖啡生豆 所以说呢 我也希望把这次的寻豆的成果 分享给大家 想要尝试一下传说中的豆子的 那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那最后呢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个这篇再见 拜拜 哎对了 上次留言区里面答对的小伙伴 记得把地址给我一下 我会先寄一罐给你试试看 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